那么也就在美韩联合军演 即将要登场 北韩情势更加洞见观瞻之际 民事新闻经过了 长达两个月的准备 游经理胡婉玲 亲自率领了两位同仁 一共三个人 突破了重重困难 终于在上星期 成功的进入北韩 他们也成为天安舰事件之后 全球第一家进入北韩的新闻媒体 不过因为北韩禁止手机漫游 通讯不易 因此胡婉玲一行人采访进度 范围还有结果 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北韩要求国际间 应该要称呼他们为北朝鲜 而不是北韩 因为他们认为 北韩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称呼 一旦有最新的 来自于北朝鲜的消息 民事新闻团队将随时 会有来自于现场的第一手报道